洛总 金总 刘总 小简总你们认识吗 认识 刘总 我给你介绍个人 你们聊 听说小简总最近生松得意啊 都有未婚夫了 怎么没看见啊 是没带了吗 还是根本就是子虚无有 他有事来吃个鲜 洛总管得也太宽了吧 是我管得宽 还是有些人强行管尊啊 金总今天带了一批男模来 小简总要是没有男伴的话 我可以帮你问问 奇迹状态的怎么还没来 不过你这个脾气啊 不许没人愿意吧 我的男伴 已经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到啊 不给我介绍认识认识 过来吧 我来晚了吗 刚刚好 你好 我是莫连的未婚夫霍靳言 喝一杯 没喝多了 大家都看着呢 拜托拜托 嗯 来 胡锡言 你 坐在哪里 坐在哪里 你好多了 我是不是在那见过他 嗯 嗯 哎 早晓 你慢点 啊 雨跑不了 你不许走 请走 你好多 不许 这张脸 我肯定见过 他叫霍靖妍 未婚 非常适合您的计划 叫个谈妥了吗 小简总 你干吗他不要总提醒 万一人家自作性很强 就跟我收场了 要我说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雄舅美 我查过他的资料 他喜欢小白话的类型 到时候 您就 来了 请 谢谢 你去帮忙 嗯 什么破奇运 让我堂堂设计从前 容易小帮你吗 嗯 嗯 麻烦你帮我倒杯水 好 请 谢谢 嗯 我得想 我得想把他支支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没注意 我去给你拿吹风机 没事 我自己来 我帮你吧 不用 自己来 醒不醒 什么情况 我怎么喝多了 差点污了正事 他这是想做什么 看我怎么拿捏你 你醒了 静言 帮我来下拉链 昨晚的事 我会对你负责的 其实你昨天晚上跟着 只要你答应做我未婚妇 我会出面让秦正浩 请你等他公司代言人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们听你一定契约 为劫三元 我不需要 等下 怎么 你不是想让我 怎么没回复 我出方做了靠笔单 我 我先吃一下 继约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 你不是要三家晚宴吗 时间来不及了 路途还远 你赶紧去吧 你可以吗 放心吧 不好意思 来晚了 老星爷 马上就要开始了 准备一下吧 好 郭静言怎么没跟你起来 公司有事 让他去处理了 怕是不敢来吧 毕竟这男友是真是假 谁知道呢 小张总这事 对我有意见啊 我可不敢 免得又在董事会上 抱拔起床的人 正好 今天我带了一个人 这个人你认识 这是你俩的红娘 是真是假 一见便知 难道是 那天的绑飞 糟了 小张总 今天人这么多 有什么事情 我们私下再说 不用了 今天人这么全 就在这说吧 我想人到了 你没认识吧 小张总 对不起 那天是我们认错人了 我们本来是在排练绑架的戏 就在网上招了个群演 天黑认错了人 实在抱歉 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 哎 好了好了 既然是误会 把话说开就行 别伤了何心 你先下去吧 小张总 这就是你说的 一见便知 好了好了 今日大街夜 各位投资人都在场 不管是在解释 还是与您都很重要 我不管你们私下有什么意见 绝不能让外人 看我们笑话 放到酒干什么 今天借此机会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 对公司的不断诉书 陪伴公司一路成长 一路走到经历 在此 我敬各位一杯 谢谢大家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小张总 之前是我网状了 喝了这一杯咱们这事就算翻篇了 你的道歉我接受 喝酒 日不必 小张总 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一头不见 抬头见的 你这杯酒不喝 我这心里没底呀 默然 他家都在看着 既然小张总成心成意呢 这杯酒 你去喝了吧 对不起 来吧 我是默然的未婚夫 默金言 默然今天身体不适 日未酒 我今天喝了 哦 霍金言是吧 来来来坐坐坐 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 给大家认识一下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有钥匙在身 所以来完了 我再发一杯 这杯酒 敬各位 好 来 不好意思各位 先试看一下 好 我去看一下 去吧去吧 去吧 来来来来 继续继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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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 果然有问题 啊 啊 你没事吧 我看看会儿是 让我再出去 怎么这么难 啊 是不是酒有问题啊 你赶紧走 我没事 啊 谁太良我来你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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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这么干的你问过我吗啊 啊 我当时也是上头了 就想让他出手吧 王匪那事您经过来 老板说屁 废物 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办不了 要你有什么用 啊 啊 尼尼尼康 啊 尼尼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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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他 我又是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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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了 难道不是做梦 你醒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会对你负责的 还好 还不记得 老险 我有点晕 不愧对你 太好了不行了 负责 那 你想怎么负责 这次 你也是为了帮我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二叔这关 那是过了 我答应的事情 也会办到 我会尽快 帮你引荐清除号 谢谢 不客气 嗯 这是什么药 是把关键的部分 想不起来的 到底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要不赶紧走人 给我们报警了 报警 那你报警啊 你还知道 性情要在里面 你对他出来 给我们解释清楚 我们在公司里面 干了这么多年 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啊 对 快 你免败我 那性情要快 快 快 小典总介绍的霍卿 请命号 霍卿 办公室的 请走 这些人是 闹事的吗 公司升级改造 机器代替人工 很正常 可以 可以 霍卿 我们刚刚调查到 FEV升级转型 早在三个月前 就已经完成了 工人被开除 和这次升级转型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看来FEV升级转型 很深啊 去联系一下那些工人 做一下心情 霍总 如果FEV真的有什么问题 那小典总 岂不是很危险 我怀疑 这是个陷阱 获然 下雨了 我送你吧 不用啊 竟然说 他会来接我 你等他 怕是晚上也回不去了吧 走吧 我送你 乌冉 让着急了吗 我有没有来晚呀 没有 刚刚好 行吧 你今天怎么出来来接我啊 刚好路过 需要去走 与您的仓库水粉破裂造成大面积积水 不想全部被停烫 如果不干净 我现在就过去 你去哪 公司有事我出去一趟 不行 我饿了 就给我做靠面干事 你点外卖 我真有事 合成第三点第五条 甲方有钱要求以防负责甲方的一日三餐 你真以为我会遵守你这种霸王条款吗 第十点第十条 一旦违约立即解除 极客生效 并公之以众 行 你等着 开儿 从入所能够一批上桶面料送到与您 请从私人照顾走 来来来 吃吧 一起 过了 我真有事 小姐走 路总那天突然改了主物 过两天给你一副提升的面料 原来的面料也不能撑回去了 消息准确吗 我确定 可以一起吃了吗 过了我不饿 七十半 不饿 陪你一会也行 嗯 你不是要吃吗 你尝尝 很好吃呢 哦 啊 啊 乌兰 别跑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高中时 和我父亲经历了一场车祸 只要我活了下来 小心 然后我就失忆了 还落下了怕黑的毛病 低重太凉 要不会创伤消息吧 不要你别走 别走 不走 我陪着你 霍总 经过调查后发现 FY不同工厂的利润相当 不同工厂的负责人 签字也几乎一样 但实际情况是不会这样的 销售额会因为不同地区的成本不同而存在差异 你以家门工厂的名义 给不同工厂的负责人找一换 好 秦之后 你到底有什么阴谋 别怕 我才 我会对你负负责的 我今天有事要处理 会把你回家 方先生总 陆总说那批灭料三天之内就会发出 但我们检视的仓库因为上次的暴雨还在修缮中 那这批灭料到了之后我们放在哪里 你去催一下和FUI的合同 落实之后把灭料直接翻到他们工厂 好 等等 我 跟一个朋友 他之前认识一个男生 他就 总想起他 总想起他 你说 他会不会是得病了呀 据我分析吧小简总 您这个朋友 应该是喜欢上他了吧 我的 朋友怎么会喜欢上他 他那么霸道 我有两个方法 可以帮你鉴定一下 不会是什么搜主意吧 小简总 您先告诉我 您说的这个朋友 不会就是你自己吧 你到底说不说 我说我说我说 第一个方法 邀请对方一起看浪漫的爱情电影 爱情电影 有什么推荐吗 有啊 如果U盘在王哥那里 里面全是爱情电影 我这就是给你拿 回去回去 不去 上他 赫总 我刚刚给了几家 IBI工厂的负责人打的电话 但他们好像都统一着口径 像是在掩盖些什么 我又特意找了几家 偏远地区的工厂 发现他们早就已经倒闭了 但数据还在提供 李雷哥把人去那两座工厂跑一趟 要快 好 你怎么回来了 事情忙完了就回来了 怎么了 我们一起 看个电影 这么多了 好啊 好 这个电影好像有点不对劲吧 嗯 是有点不对劲 你说这个女主角怎么能这么穿呢 制服 嘿黑斯拜托 制服代表清纯 黑斯代表诱惑 这还怎么搭在一起呢 哎哎哎 你看看 拓尔 还有吐尾 简直就是元素带绿器嘛 我倒要看看 这造型不知道是谁 如果电影里的高潮片段 能让你慢慢心动 让你想和对方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说明你已经爱上对方了 刚才的电影 对方便宣伤 时常误会 不如我们做点 释放 压力的事 释放 压力 嗯 好了 你懂啥 太感人了吧 第二个玩法 喝酒 你拿和他一起去喝酒 不仅能知道你内心的真实想法 还能知道他自己在想什么 一键双丢 等你喝醉 我就可以讨话 他这是在做什么 来了 让我们释放压力吧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啊 释放压力 你行吗 又不行 我们这压力不释放啊 瞧不起谁呢 接着喝 金木尔 你喝多了 这个是要多 但是 你谁啊 嗯 郭静 你真的 特别的讨厌 什么 他人喜欢 白看不厌 嗯 你你怎么 他模好看呀 啊 金木尔 你不会玩真的吧 不然呢 玩过家家吗 金木尔你 一二 一二三 一二三十 金木尔 查怎么样了 经过调查发现 他们的工厂在三个月内就陆陆续续停工了 收集到证据了吗 收集到了 我们还找到了一些被FUI开除的工人 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数据造假的证据 把这些证据爆料给媒体 务必竟然把这件事给我爆出来 面料明天就到了 把我圈出的问题和法务对一下 明白 没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晚上和FUI的合同 不必进出 好 还有事吗 小剑总 昨天 我说那个方法 你盘了用了吗 好用吗 你还说呢 赶紧把你那个破油盘拿走 昨天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 我那个朋友他 喝多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没关系啊 你朋友不记得哦 那个男生肯定记得 你去问问他不就完了 小剑总 把我那边出的问题 合同面料理出 一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不是搞慈善的吗 好了 回来了 嗯 昨晚 我喝多了 我们 发生什么了 你想知道了 过来 我帮你回忆一下 嗯 金某然 你怎么这么令人讨厌 什么 讨人喜欢 买看不厌 金某然 你怎么这么好看 嗯 你不会是了 真的吧 不然呢 我要过去家吗 我姐 你怎么这么好看 我都 这样了 你就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 我 我竟然对他做出那种事情 我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吗 不 不 不 一定是喝酒无声 不是 小婷总 您快看 FUY工厂数据造假 数据造假 和FUY的合同呢 已经进出去了吗 昨天已经进出去了 打完电话之后 我就通知法务加班处理问题 现在合同已经到FUY了 那边怎么说 目前联系不上 你先盯着 我先去一下FUY 你好 请问检视旗下 与你品牌的合同 我们收到了吗 给 谢谢 不是这个呀 他有其他检视旗下与你品牌的合同吗 您说的那份合同 已经被法务部领走签字了 法务部 三姐 这是我们法务部的同事 你好 你好 与你的品牌合同 你们收到了吗 这份啊 刚刚已经送电前总办公室了 这会儿肯定已经签字了 好 张姐 这是我们法务部同事 你好 你好 与你的品牌合同 你们收到了吗 这份啊 刚刚已经送电前总办公室了 这会儿肯定已经签字了 好 谢谢 我快点走 FUY 所以它是有效的 FUN数据造假的背后 有一大笔资金不知流向如何 我听说 这笔资金好像流入了一个陌生账户 炸我 证据呢 我要是敢说出来 就一定有证据 我要是把这些事情通知给媒体 清楚可想而知 这后果到底如何呀 行 我答应你 我先进去看看 对了 虽然我没有通知媒体 但现在应该有一大批董事 正在赶来FUN的路上 你到底是谁 秦总 还没进去 秦总 不好意思 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合作 既然小简总 无意与我们FUN合作 下次 谢谢 帮我查个人 信息我现在发给你 小简总 季节 你来得正好 那批面料啊 你赶紧找个仓库存放一下 诶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刚刚有一家仓库联系我们说 可以第一家租给于尼 第一家 这么巧 你再去确认一下 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把合同出了吧 好的 诶 小简总 您是不是还需要你一份 契约恋爱的契约合同啊 契约 不是三个月吗 还剩多久了 只剩五天了 你啊 赶紧重新去的一份合约 把所有不平等条约 全部我在货间试试 小简总 你不会 真喜欢上他了吧 我哪有 那个 董事会那儿 我还需要周全 忙去吧 嗯 简总是我舒服的 那个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去忙了 啊 就 三月之期就要到了 你有什么打算 还没消耗 你要是想就此离开 也可以 但F.U.I.出了问题 我答应你的事没完成 但是我可以 勉强 破格 再和你续个半天 而且还会给你找到更好的代言工作 我不想去 为什么 我不想我们之间 只有契约关系 那 不然呢 他什么意思 难道还有 无力关系 请 请 谢谢 不行 不能打得上 我 我 不然呢 我 不然呢 我 不然呢 我 我的手表 这可是全球限量款 我亲爱的表啊 你配了我这么多年 我都没能照顾好你 真是对不起 你想怎么办呀 你看 我的手表都坏了 但是我不怪你 不然 你做三个为家务 来你想 你觉得是我弄坏的 不然呢 我怎么觉得 是你故意弄坏 来设计我的 要不我发往路上 千 无精 怎么想 还是想想一人吧 哥哥哥哥哥有签吗 嗯 去 我 我 我 你去了 喂 果然 我已经知道你的逼迪了 明天来见我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在这附近 你表不是坏了吗 给你洗碗了一块 跟你在这 好 谢谢 谢谢 你知道什麼 你跟霍金言不是真情侶啊 什麼意思 真情侶是不需要契約來約數兩人關係的 說吧 怎麼回事 是 我承認 我和霍金言是假的 跟他分手 不可能 那你是希望這份契約出現在股東大會上嗎 到那個時候 雨妮就不屬於你了 雨妮是我父母多年的心緣 我不會放手的 那霍金言呢 如果我爸知道你一直在騙他 他是不會放過霍金言的 你不許動他 我動不動他取決於你 好 我答應你 我會和霍金言分手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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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我 那霍靖妍呢 如果我爸知道你一直在骗她 她是不会放过霍靖妍的 所以你的新手表不合适吗 原来的带习惯了 你之前说许约的事 不必了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公司在巴黎沟找了一份新的代言 我今晚就送了 挺好的 我今晚有一个重要的视频会议 就不送你了 等我再长一次 许约 欺人 奇妙 我的 爱 傻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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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靖遠 胡靖遠 你回來了嗎 還真的走了 不會再回來了 你的聲音 在我兒心 靜靜的要浮現 我剛走的太著急 忘了給你家裡鑰匙 我曾經那些 減少一世的海湖誓言 我可以在你身邊 直到你想起我的那天 小姐 小姐 霍靖遠 我喜歡你 這不是一時先起 也不是勸候靈兵之後的選擇 是我現在 憑盡全力 也想擁抱你 我不想錯過你 你能不能 你不敢對我受信心 對不起 以後 不會再打擾你了 你不該對我說這些 因為告白的話需要男人來說 傑某人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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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什麼 好 不對 我們都在一起了 別說摸了 就是親也是明智眼神 完了 好 完了 怎麼了 牛排虎了 嚇我一跳 我以為你蹦著哪兒了 牛排虎了再換一塊不就行了 嗯 这已经是最后一块了 何总 请正好失踪了 小杰总 FUY请正好失踪了 我 那个 你先说 你说吧 姐姐找我 我得出去一趟 正好公司有拍摄 我也得出去一趟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原警局一直有消息说 请正好喜欢逃跑 但这消息一直被FUY压着 直到今天 FUY董事会 才正式宣布 请正好失踪 我让你们找 代替FUY的工厂 找到了吗 暂时还没有结果 小杰总 你说 你FUY现在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破产 破产倒是不至于 FUY拥有华东地区 最完整的生产线 多的是人盯着这块蛋糕 现在 若是资本绝逐的好机会 就看谁有能力 能够吃得下 请正好有什么动作吗 我们刚刚查到 请正好正在准备一笔钱跑路 但钱根本就要刚才这么 好好查这笔钱 这事没那么简单 坐 各位 考虑的如何 您给的价格不到市场价格70% 实在太低了 低吗 据我所知 FUY因为请正好 已经负债了 处于破产的边缘 那也如何 只要我们的工厂还都运走 不就三年 我们军队国家都被钱还上了 以前的以FUY现在的信誉 谁会把请借给你们 让你们三年后还钱 要是我设法FUY的合作者 一开始我就会变卖资产 一旦资产的变法将会一文不值 而如今我们凡帝的加入正好改变了这个区域 如意 不如再考虑考虑 好 我知道了 小金总 刚收到消息 凡帝的总裁 詹米森收购了FUY 动作够快 小金总 您早就预料到了 只是早有预感 能够这么快在市场站了脚跟着 怎么会上去这么大一块蛋黄 谢谢 想办法 帮我遇下真心 明白 下班了 我去接你 我来提就好了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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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我安 我安 你也会 啊 你又有个人 嗯 嗯 我承认 我和郭敬也是假的 当时 简易城知道我们的契约关系 他用你来威胁我 加上与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不得不答应他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会放弃你的 董事会那边 我会去解决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 虽然我们恋爱是契约关系 但结婚是真的 即使不能挡下他们的疑虑 也会多一种可信度 好 你看 好看 但是吧 我觉得 是不是有点花呀 我再去换换别的 后来的话 应该让男人来说 我们结婚吧 这套怎么样 比较正式 你说什么 都好看 那就这套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 选这条领带 嗯 嗯 来吧 不好意思 拍证件照是有要求的 我和你说个教教话 什么呀 我没有听清 再说一遍 喂二叔 莫然到办公室来一趟 马上 好 三天的走在杰姆斯 微博后一直没有甚至有点 我已经找人帮你约好的新天的时间 这次的贵面非常重要 希望你帮我好机会 明白 没 别的事了 没了 你要一事吗 难道 二叔还不知道七月恋爱的事情 没有 我马上去 小钱总 这是给霍先生们代言合同 知道了 一城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看来你已经看到合同了 或计因为你和雨妮做了这么多事 那我跟爸 对他表示感谢 也是很长的 这个不用你操心 我为什么操心 哦对了 这既然是一份福利合同 那就有一定的隐藏条件 我今天不在意买任何关于你们的事 否则 他将会背上法律责任 你说 他会过去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到了 警总事长 我可以 等一会 小姐总还没打通吗 没有 你找我来干什么呀 莫然被派去和凡帝的总裁谈合作了 这好像 和我没什么关系吧 是吗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你说在他心里 你跟女妮 她会选谁啊 你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 就随便给你准备点惊喜罢了 无论他选谁 都是输 有我在 就不会让他输 花总 检视的人找你来谈合作 来的人是谁啊 听说是小姐总 要不要推掉 不用 有人会做事 胡锦言 你怎么还不胡电话 不行 我得回去 您好 我们总裁在开会 麻烦您再等等 那我 下次再来拜访 保身不好意思 谢谢 您这边请 你不能接 这份合同不能接 怎么了 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大约合同 有什么不能接 不是同意 这既然是一份福利合同 那就有一定的隐藏条件 霍锦言不得隐瞒任何关于你们的事 否则 他将会贴上法律责任 到了 是真的 莫人 和金森的这边也怎样了 二叔 不是 怎么样 送你的礼物 你还满意吗 我听说 杰森是一个 特别严格 而且注重信誉的人 此次默扰 无故访约 怕是二者的合作 很难惊喜下去了 并且你让董事长知道 解释的继承人 为了一个外人而质疑他 甚至不惜放弃和梵蒂的合作 在董事长的时候 除掉我和余妮 从 你说 要减动事长知道这些 他会怎么想 我没想到你还留了一手 一笔知道 还笔之身呢 无所谓 虽然我爸看见好了 却都改变不了他们合作坡里的事实 你放心 我不是 不如我们哪一个 又主 与您会不会和梵蒂合作 要是我赢了 你离默然远一点 要是我输了 我把录音笔给你 我把录音笔给你